現在是南極企鵝們的換毛季節 企鵝跟其他的鳥類不一樣 不是一根羽毛用壞了換一根 而是全身上下的羽毛會在同一個時間一起全部換掉 新長出來的羽毛會把舊的羽毛推擠出來 所以呢在現在這個季節 會在南極到處看到所謂multing的企鵝 我們俗稱叫做炸毛 來讓大家看看這些看起來就像是爆炸的枕頭一樣的炸毛企鵝們 在換毛季節的時候各種可愛的樣子 甚至呢連小企鵝要長大廊的時候呢 也是身上成年人的羽毛一根一根長出來 把以前的小企鵝羽毛往外推擠 所以呢就會看到像這隻小企鵝一樣 這個身上好像大衣不知道沒穿好的樣子 或者是讓這隻都炸毛成一隻老鷹了 或是這隻我們突然今天在登陸點看到的阿德里奇爾 這炸毛成這個樣子 乍看之下以為是哪裡來的 一隻貓頭鷹吧 給我 naar 那 就是 。 往 到